日本和美国近来不断地试图插手台湾问题 台湾智库日前鼓吹 台湾有事将成美日核心课题 台湾中央社援引日本共同社消息称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拟定一份美日共同作战计划 声称是为了应对台湾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 报道称在所谓突发事件初期阶段 美国陆战队将在路尔岛线至冲绳线的西南诸岛 设立临时的攻击用军事据点 而居民卷入战斗的可能性很高 报道还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 明年初召开的美日外交和国防首长2加2会谈 预计将开始正式有关规划工作 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日前接受日媒采访时宣称 6年以内台湾可能发生突发事件 而配合此论调 由美国专家出言鼓励民进党当局采取所谓交图手段 自行破坏台积电设备 以威胁中国大陆不要武统 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极大争议 有评论认为 所谓自毁台积电就是另类包装的弃台论 无知到极点 大陆寻求两岸统一绝对不是为了台积电 台湾应力求两岸和平 少当美国的马前祖 日本和美国近来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事 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涉台狂言 声称台湾有识就是日本有识 也是日美同盟有识等 台当局智库日前宣称 日本对台态度从低调模糊渐转重视 特别在应对台湾安全议题上 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也转为明确 台湾有识将成为美日同盟核心课题之一 感谢观看